結束 ok 接下來我們要來進行 二元素質以上的例子來做練習 那當然我也只做二元素質 當然我們可能會有三元四元到 n元 那這個題目當然都會越來越複雜 所以各位就知道 其實要做這個 述詞邏輯或者 初階邏輯這樣的一個 證明其實是 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鍛鍊 所以各位不妨就是從 比較簡單的開始做練習 那以後可以 漸漸的去做比較複雜的題目 那我們這門課呢 也最多就介紹到二元 這個述詞的練習 第一個題目是 for always for sum x ps and q x y for sum x negation p x 那我們來證明 是不是可以得到 for sum y p y and for sum x p x negation p x and q x y 第二個詞是說 我們有一個for sum x for all x for sum y p x y for all x for all y p x y 則 negation q x y 那我們能不能推出 for all x negation y or negation q x y 各位發現 這兩個詞子我都特意挑了一個 你其實用真值數法是很難做的 為什麼 它是for all 開頭 接下來是for sum 對吧 那我在之前有給各位做過一個練習就是 如果你第一個是for all 開頭 第二個是for sum 的話 那麼其實你要用真值數做出這個證明 其實做不完的 因為你的步驟會 一直一直重複下去 不然各位可以去練習看看 你會發現你根本就做不完 因為 你怎麼帶都會 繼續要帶下去 但是你用自然演藝法 卻可以做出這個證明 所以事實上在 述詞邏輯這個呈現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們說過它是undecidable 的 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上次講的 不可決定性 有些題目其實真值數做不出來 反而 在自然演藝法裡面它是做得出來的 這就是它 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以前在命題邏輯的時候發現 那個真值數法好像比較優對不對 因為它無論如何都可以做得出來 那自然演藝法不見得做得出來 可是到了這個述詞邏輯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個 真值數法的優勢突然不見了 也就是說 真值數法不見得是做證明最好的方式 有些題目在二元述詞以上的題目 反而自然演藝法也是比較容易做出來 而在真值數法你反而做不出來 這個情況其實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也提供給各位 做一個思考一下 這個實在是太有趣了 就是 有一個系統原本是 在命題邏輯很優的對不對 可是在素食邏輯卻卻占不到便宜 那 有些系統看起來在命題邏輯要弱的 可是它在 素食邏輯裡面 反而它好像比較容易做證明 這個其實是有趣的地方 那一樣我們可以各位 思考一下我們怎麼做這個證明 那二元以上當然就稍微複雜一點點 你要這個 做出來的話呢 你要很快的想出這個證明 大概會 有一點點挑戰性 所以我們來 試試看 我們能夠 怎麼樣來證明它 我秀給各位看它的證明過程是這個樣子 首先一樣我們有兩個前提對不對 好那我們要證明到結論我們要怎麼證呢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步驟 一步一步把它證出來 來 一樣我請各位不用召集 一定要自己可以證出來 但是呢 一定要看清楚推論步驟是不是合理 就每一個推論步驟是怎麼做的 各位覺得第三個式子是怎麼來呢 它是從第二個式子做EI規則得到的 好 第四個式子呢 它其實是第一個帶X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有 for some Y 綁住那個PY 好 接下來才是PB and QAB 利用B 帶進這個 Y 的位置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其實可以把六拆開來 可以得到PB 跟 QAB 這兩個都是用簡化率得到的 接下來我們才把第三個式子 跟第七個式子做 conjunction 可以把它變成 negation P A and QAB 接下來 A 的地方我們用X 帶進來 所以可以得到 for some X negation PX and QXB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PB 加進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 PB and for some X negation PX and QXB 好 最後再用Y來取代B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for some Y PY and for some X negation PX and QXY 好 第二個問題各位看到 第一個式子很明顯 它也是for all X for some Y PXY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一樣 我們之前在增值數的時候 我跟各位說明過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式子的話 它其實是做不完的嘛 好 那我們的目標是要 推論出 for all X for some Y negation QXY 那一樣我們來看看它的推論過程 各位很明顯可以看到 我們有兩個前提 好 我們第一步怎麼做出來 我們是把第一個式子做什麼 UI 規則得到 各位會發現 在這裡呢你其實是不得已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它的第一個出現的就是for all 對不對 所以你不可能從for some開始做 這個我們特地講過了 你要用EI 規則 或者是UI 的時候呢 一定要讓它在主要的算子的位置 才能夠使用對不對 好 所以 一樣這個地方呢 你第一個要先帶 UI 再來你可以帶 PAB 帶出來之後呢 接下來因為它都是for all 第二個前提都是for all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想要證的結果 來帶你所要的式子 所以第一個要帶什麼呢 第一個你就把 X 的位置 可以帶 A 進來 你就會得到 for all Y PAY 則 negation的 QAY 很簡單 好 接下來你為了這個推論的目標 所以呢 你要記得 你要在這個 Y 的位置呢 帶 B 進來 也就是說 如果有同學問說 那我帶 A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但是你 證不出你所要的結果 各位要注意 自然演繹法是為了要證明出那個結果呢 你會設計你的這個 證明步驟的 好 那接下來第七個 會得到 negation QAB 對不對 我們利用 4 6 MP 可以得到 好 接下來就是關鍵步驟了 各位注意 從頭到尾 你發現 A 是從 UI 來 B 是從 EI 來 所以當我要用 UG 規則的時候 只有哪一個可以用 UG 規則 很顯然 只有誰可以用 只有 A 可以用 但是 B 不能用 好 所以 你可以看到在第七個到第八個步驟裡面呢 我們只能用 EG 規則 為什麼 因為 B 並不是從 UI 來 所以你只能用 EG 規則得到它 但是呢 你的 A 可不可以呢 A 是可以的 因為你 A 從頭到尾其實沒有被汙染 雖然它跟 B 擺在一起 可是它並沒有被汙染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任何一個 A 是從 EI 來的 或者它是一個特定的指稱對象 所以你可以得到 for all S for 3Y negation QSY 是因為你最後可以用 UG 把它做回來 這個就是讓各位理解說 我們在使用這些規則的時候呢 其實有一些什麼樣的限制 OK 那希望今天的練習呢 可以讓大家熟悉 這些量詞規則 那各位可以多做練習 讓你的這個 做得更順暢 那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